来看到国际财经消息 墨西哥的高铁是由中国的一家公司标得的 但是呢就在北京召开APAC会议前 墨西哥的总统突然宣布取消了这个标案 高达44亿美元的合同喊咖 原因是招标的过程受到质疑 当地时间6号晚间 墨西哥通信与交通部长鲁伊斯·艾斯帕萨 在Televisia Network的新闻节目上宣布 总统尼托刚刚决定撤回墨西哥城与克雷塔罗之间 高铁项目的中标结果将重新招标 艾斯帕萨表示 总统撤销这个合同是因为公共舆论 对投标过程产生了疑虑和担忧 这份超过37亿美元的高铁合同的唯一竞标方 是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墨西哥反对党国家行动党的议员指责 这条高铁项目的招标过程缺乏透明度 而且墨西哥政府向中国公司提供信息 华尔街日报报道 在招标过程中 日本三菱 法国阿尔斯通 德国西门子和加拿大庞巴迪等公司 都曾表示对该项目有浓厚兴趣 但因招标时间只有两个月 而无法按时递交标书 这几家公司曾要求墨西哥政府 延长竞标时间但遭到拒绝 近年来中共当局为刺激经济而大力发展高铁 由此而来的却是事故不断 问题连连 前铁道部长刘志军等中共官员 更因贪腐严重而落马入狱 高铁建设出现了大概五年到十年不到的时间 去出现了大规模的一些问题 无论是资料问题还是高铁建设工程 它的轨道地基等等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做中国的高铁是优质的话 恐怕现在很难证明 据报道连接墨西哥首都和第三大城市 克雷塔罗的这条高速铁路 总长210公里 设计时速在300公里以上 项目包括线路设计 施工 高速动车组的设计制造 线路调试和五年的应云维护 工程员计划在明年2月开工 2018年通车运营 新唐人记者一如李谦采访报道